大家好 我是老林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 天涯明月刀赚钱的方式 今天要讲的重点是 押标 我们先打开B座 点身份日常 前往 这边有个标诗 分为两种 一种是威武标 一种是安全标 我们一般压这个威武标 它可以得到 可以交易的银两 而这个安全标呢 碎银是不可以交易的 我们点参与 它就直接把我们传送到 NPC那儿 好 我们点这边有个对话 点一下 我来帮忙压标 这边选择安全标 这个呢是威武标 我们要这个 开始压标 准备 好 标车出现 这边开始 这边有一个强运 我们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呢 这个马车就跑起来了 好 竞标车出现了 什么东西 就是怪 我们现在看前面有红铭 我们点自动 开始自动打怪 把这些红铭怪打死了 就可以了 好 货标成功 我们接着上路 如果标车被砸坏了 可以点一下抢修 这个货物的这个地方 就满血了 我们这个货物呢 是绿色的 是最差的一种标 这样的话 我们得到的银两呢 就比较少 还有蓝色的 紫色的等等 级别越高呢 得到钱就越多 在压标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那奖励是银两 这边有一个莲花宝藏 这个玩意儿 特别值钱 是参加莲花宝藏 这个任务的门票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进攻材料 每次压标 需要标期一个 标期怎么来呢 要通过补块这个任务 来完成标期 所以我们一般是先做补块 然后呢 得到标期之后 再去压标 也可以呢 在交易行里面 通过摆摊 来买这个标期 这样呢 就可以直接压标了 每一次压标 要消耗活力 350 那么 每一周可以压的次数是21次 刚才被我压了一次 然后这次是第二次 已经19次了 然后活力 如果活力够 呃 次数呢 没有的话 也不能压标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过这个桥之后呢 就快要到那个 NPC呢 也就是要结束了 每天压标的次数呢 每天压标的次数呢 是根据你的活力和那个周周次数决定的 如果你活力很多周次数也很满的话呢 你可以压很多次 我们看到了 这边有 NPC 好 我们强劲一下 变标结束 获得了标识熟练度350 好 银两 银两675 还有一点 这次材料 这一次没有得到 呃 零号宝藏 下面我们可以摆摊 上一次我得了零号宝藏是一个 现在我们得到的是进攻材料 可以摆上去 可以摆上去 这样就卖了就是钱 啊 刚才我们通过系统可以查到 刚才我们的银两是675 之前我压了一次 压了一次 得了零号宝藏 也是675 还有一些 呃进攻材料 这些都是可以交易的 可以卖的啊 好了 今天的这个 这个鸭标 我就演示到这儿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私信我 好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